非一般的時代 非一般的崇拜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圣灵降临节的前夕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失落 寻找 寻见的故事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至十节 讲到的题目是Lost and Found 其实真的有点取巧 因为严格来说这段经文不应该停在第十节 应该你要读 看戏就要看全土 应该一直读到第十五章 第三十二节 不过我今天真的不够时间去讲完所有东西 于是我今天只可以讲上习 甚至我只可以讲三分之一 下个礼拜你需要回来才可以听完 接着那个三分之二 尋是我中文的题目 尋代表了上帝的本质 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圣父是一个尋找罪人的上帝 圣子耶稣是一个坐在十字架宝座上面 呼唤罪人回转的救主 君王 而圣灵是上帝的灵 是圣子的灵 被猜派到地上为要尋找罪人 为要重生死人 你认不认识圣经中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呢 尋代表了上帝的本质 而罗尘法 失落 尋见 相对来说就是代表了我们 我们这一帮人 我们这帮罪人的属灵的状况 你知不知道你的属灵状况呢 你盼不盼望被上帝尋见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故事开始的时候这样讲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 许多瑞利和罪人都挨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 因着很多不同的理由 喜欢来找耶稣 如果你在教会内 你都知道的 很多人都会摸相碗来到教会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人因为医治的原因来找耶稣 有人因为想看一下神迹来找耶稣 有人喜欢吃面包来找耶稣 也都有人因为政治的理由 希望耶稣可以成为以色列的王等等 但是唯有这一帮人 唯有瑞利和罪人 他们真的识货 他们来找耶稣要做什么 要听他讲道 这个叫识货 其他人其实不识耶稣 究竟最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这帮人 瑞利罪人 他们挨近耶稣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听他讲道 听他讲什么 说天国的福音 最重要的东西 最美丽的声音 这里讲来找耶稣的人 是瑞利和罪人 瑞利是当时 犹太人供应最脏腊腊的行业 做得瑞利的就是贪财 做得瑞利的就是不义 做得瑞利的就是卖国策 因为他帮罗马人打工 然后除了瑞利之外 还有罪人 这里讲的罪人不是普通的罪人 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都是罪人 犹太人的宗教令就点名 就是那些人 想起罪人 就是那帮人 那帮人不是普通的罪人 他们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然而就是这帮人 他们挨近耶稣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真是赖虾猫想吃天鹅肉 耶稣和他们是完全 两个世界的人 瑞利和罪人 罪大恶击 耶稣却是圣洁公义 完美无瑕 但是他们却 想亲近耶稣 但是不意的地方就是 耶稣好像没什么所谓 被他们贴近一下 又怎么样呢 这帮罪人 他们想挨近耶稣 如果你留意的时候 你知道 他的场景不是周禄崇拜 他们不是耶稣在说 然后他想坐前一点 去听清楚一点 他们挨近 是因为耶稣和他们吃饭 是一个福音的饭局 耶稣最喜欢和人吃饭 最喜欢和瑞利和罪人吃饭 如果你之前看 《路加福音》第七章 你已经知道 耶稣有个花名 他是瑞利罪人的朋友 朋友最喜欢 一起吃饭 第十五章第二节 法利塞人和民事 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纳罪人 又和他们吃饭 原来 在那个场合里面 有两组人 有一方面 有一边 是瑞利和罪人 他们骚髒 骚髒 他是喜欢 骚髒 骚髒 在另外一边 有法利塞人和民事 如果你看武俠小说 你知道他们是 名门正派 如果你喜欢看武俠小说 你知道 在武俠小说里面的 名门正派 通常都是假武为义 这帮人 他们不靠近耶稣 他们反而 私下议论 在遥远的张望 在批评着耶稣 同性相拒 异性相吸 同性的 就会和他相拒 同耶稣 异性的 就会和他相吸 但我想问一下你 这个世界 有没有人和耶稣是同性的 有没有人和耶稣一样 是圣洁公义 有没有人和耶稣 是完美无限 没有 其实 没有人是和耶稣同性 个个人都是和上帝 和耶稣 异性 但这个世界 有一种人叫自以为意 他以为他和耶稣是同性 于是相拒 有谁和耶稣相吸 是自知不义的人 罪人 随利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大兄弟 我想问你 你属于左派还是右派 我不是在搞政治立场 我是说 你是属于自以为意那班 还是自知不义的人 因为 你自己的取向 会决定你会靠近耶稣 还是遥远地去谈论耶稣 信不信由你这个问题 你属于哪一派 其实是整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问题 你属于哪一派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这个他们是谁 耶稣不只是说给税理和罪人听 耶稣的比喻 是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 个个都有份听 耶稣的比喻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是一个天国的呼召 他呼召着一些已经贴近他的人 但他也呼召着一些远离他的人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他就用比喻 天国的比喻 对他们说 这个比喻 如果你回去看原文 你会发现 其实他不是中数 是单数 就是说耶稣之后要讲的是一个比喻 很多时候 我们读的时候 就说耶稣在讲三个比喻 于是我们用三个主要去讲 第一个主要讲 失落的羔羊 第二个主要是失落的银钱 第三个主要是失落的儿子 但其实他们不是讲 耶稣不是讲 三个比喻 是讲一个三合一的比喻 所以今天其实我讲不完 他讲一个比喻 一个比喻精彩到地方有三个部分 不单止是有三个部分 而是越后越精彩 所以我只会告诉我们 当你仔细去看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有一个进程 他有一个升级 他有一个高潮 第一个比喻或者第一part的比喻里面 是失去了百分之一 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 第二个比喻里面 是失去了十分之一 十个银钱里面失去了一个 去到第三个里面 两个儿子失去了二分之一 不是 两个儿子都失去了 如果你下个礼物回来 你会发现原来他不是失去了一个儿子 不是还有一个好儿子 两个儿子都失去了 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进程 他有一个升级 还有另一样东西 那个起落都在这里升级 在第一个部分里面 天上会有大起落 第二个部分里面 天使会大起落 越来越focus 那个lens越来越近 第三个天父大大的起落 你看不看到 天上天使 最后那个camera zoom去 为什么整个天堂这么起落 为什么天使这么起落 原来因为天父 很起落 很起落一个 罪人的悔改 我先带你去看 第一个片段 是个比喻里面的part one 他这么说 大家很熟悉了 你们中间 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其中一只 不把者 九十九只 留在旷野里面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 当你读这一part的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问题 会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 我经常想这些问题 第一 他应该做羊 是迷失了 还是逃跑了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迷失就是 他其实不想离开离群 不过不小心走错了路 另一种就是 他根本就不想 跟他们迷队 于是他自己在那里逃跑 我们会问另一个问题 当主人最后 牧羊人找到那只羊的时候 那只羊是见到 那只狗仔 回家 去奔向主人拥抱 还是主人要强行 认救这只迷失的羊 或者逃跑的羊 我们会问这些问题 我们会问 剩下那九十九只 怎么办呢 会不会走失了 圣经学者真的会去回答 有些圣经学者说 不是 他留了给家里的轮舍 有人看着的 不用害怕的 那我们又会再问 走失那只究竟有多特别 用不需要那么特别 去找他回来 我们问了很多 很多这些问题 但我想说一件事 在更多问题的背后 有一件事 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的 是什么 耶稣这幅图画 这个比喻里面的图画 其实是要带我们 回到旧约圣经里面 你知道吗 旧约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预言 很多的图画 是讲着牧羊人 和羊的关系 尤其是以赛亚书 和以西结书 我们没有时间 给你看很多 我只是想给你看一段 你一看就明白了 耶稣其实通过 这个比喻 这一部分的比喻 带我们回到以西结书 第34章 我和你读第12节 和第15节 这个是上帝的话语 以西结先知这么说 牧人 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样尋找他的羊 我必照样尋找我的羊 接着第15节 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群羊 使他们得以躺 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些所有的东西 是指向旧约圣经里面 这些预言 其实很合理的 如果你知道 耶稣说话的对象是谁 是花里塞人文士 他们最熟什么 熟旧约 耶稣说话的对象是谁 是衰利和罪人 但这些是犹太人的衰利 他们知道耶稣说的吗 他知道耶稣说的吗 他说耶稣说的 我就是那个弥赛亚 我是那个基督 我是上帝所认识的君王 我是那个救世主 这个是耶稣的point 如果你问 我们看了三分之一的比喻 耶稣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耶稣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是好牧羊人 我是好牧羊人 耶稣启示着他自己的身份 好牧羊人会做些什么 好牧羊人会寻找 迷羊 寻找失羊 我是上帝所拣选的好牧羊人 我会做什么 第十五节 我会牧羊我的羊群 我怎么样牧羊 我讲到 你想都想不到 你常常都说 我牧羊 对啊 他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 我公营 不是 我讲到 你记得这帮人 这帮迷羊 回来被耶稣找到的罪人 找到的税利 他们靠近耶稣去做什么 被喂养 做什么 去听到 我是好牧羊人 我寻找羊群 我是好牧羊人 我牧羊羊群 我用上帝的道去牧羊羊群 接着还有第三样东西 我是好牧羊人 我要为羊写命 你有没有看过 让福音第十章 你确实听过这个 耶稣不断重复讲 我是好牧羊人 让福音第十章 第十一 十四 十五节 我是好牧羊人 一定做一件事 必须做一件事 他必须为羊生命 为什么 因为他的羊是谁 他的羊是碎利和罪人 你听到碎利 你不要在想 在湾仔那班公务员 你要想想 这个世界里面 穷空极恶的人 上帝的羊是碎利和罪人 于是 好牧羊人必须要为他们赎罪 为他们写命 我们最关键的问题 你属于哪一组人 你是那组 自知不义的人 还是 自以为义的人 我带你回到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第五节 找到了 他就欢欢喜喜地 把羊共在 见上 他回到家里 请朋友和轮舍来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 他说 当这个好牧羊 找到那只羊之后 他将那羊 共在他的肩上 我想问你 你猜那只羊重不重 如果我敢问你的问题 你一定会想想 我回去历史看看当时的羊 大家有多重 我告诉你 这是一只沉重的羔羊 沉重的羔羊 为什么 因为以彩下书53章这么说 他承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恢复我们的痛苦 我们如让走迷各人 偏行几道 也会说 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归在他的身上 我是好牧羊人 我要担起 沉重的羔羊 因为羔羊的罪业 都要归在我的身上 大家看不看到 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牧羊羊 喜为羊写命 他不单止是 很不愿意 是没有办法地 被人拉上十字架 是因为喜乐的缘故 他喜爱为羊写命 难以自信的 一个救予何等奇妙的 恩典 你看到下一节 你就知道 整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 这样为他欢喜 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 二人欢喜 还大呢 一方面我们要 让上帝尋着 尋找到 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事情 尋找到之后 你都要晓 悔改 回转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 法利赛人和民事 已经被耶稣 被上帝 沉着了 他们和耶稣很熟 很近的 天国就在眼前 耶稣不断向他们说到 然而很可惜 他们有没有悔改 他们没有悔改 上帝找到他们 然而他们没有悔改 是何等可惜 是没有欢喜快乐的结局 我想说一件事 我想说一件事 其实你 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没有 我不知道你真是明白 这个福音 但是我告诉你 你坐在那里 上帝已经抓着你 因为你已经听着这个福音 但是你听完你要回转 如果不是 没有喜乐 耶稣说 这里有一个人 罪人回转 天上有何等大的欢喜 然而有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议人 他在说那些民事 说那些法力错人 我希望我们这里 不是一比九十九 我们希望不要这里 坐到九十九个人 只是一个回转 不要挂上帝 可不可以有九十九个回转 接着奉劝最后一个都回转 但上帝说 就算只有一个 天上会有 大喜乐 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喜乐要大地震 不单止是这样 天上的天事都会欢喜 第十字 上帝的使者也是这样的 为他欢喜 不单止天事也欢喜 甚至上帝也疯狂 我说什么 我说整个比喻的最后那里 当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你合日白回来 你就知道 那个爸爸 傻了 傻了 他要开一个从未有过的派对 因为上帝是何等喜悦 罪人悔改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刘楚琴 一个 今天上帝天上就开大派对 我们为一个人的受洗 这个是何等喜悦的事情 于是耶稣说完 失扬的比喻之后 他再补上另外一个叫做失前的比喻 我想和你很快看一看失前的比喻 耶稣好这么说 第八节 同样 那一个苦人有十块的钱 若失落了一块 不点上灯 打掃屋子 细细地爪直到爪着 他从失扬的比喻 去到失前的比喻 这个很有意思 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原文 他那个钱 通常那些声音学者告诉他 那个价钱就等于一天的薪水 如果你之前有听过说 某福音 你知道 他们一天的薪水叫 一个罗马海撒的银币 海撒是否很不好 是不好 因为海撒的银币 有海撒的形象 你拿着海撒的银币 好像我属于海撒那样 但有趣的地方 是路加没有用 那个词 他用了另外一个银币 虽然价值差不多 那个叫Dragma 是一个希腊的银币 我说真的 我不是很肯定 比我还在猜 我猜耶稣讲的 这个不是一个失去的银币 而是一个失去的形象 你明白吗 耶稣不是讲一个 失去银币的比喻 而是一个失去形象 因为在银币上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image 有一个形象 这个是全世界 全人类历史里面 最大的损失是什么 失去了形象 你跟我失去了形象 我们失去了 起初上帝按照他的形象 创造我们的形象 而当我们失去了这个形象的时候 我们却是毫无意识 毫无意识 你明白我讲的什么 你想想 我这里有一个coin 两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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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银�银银������� 这个东西懂不懂说 懂不懂叫我 他不懂 我不小心踩住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会不会说 哎呀你踩痛我 你找回我 不会 人就是这样 这个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损失 但是却是最毫无意识的损失 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形象 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上帝 我们不知道我们失去的有多宝贵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讲 他说我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 我们死了 不懂叫的 自己在那里 上帝需要来到尋找我们 唤醒我们 每一个信主回转的人 不是自己在那里哭叫上帝来救我 是上帝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赐我们新的生命 我想之前很多人在那里听我讲 都知道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最喜欢的故事 很久之前有一本书 本书就挺好 但书名很差 那本书是一个见证 叫做Finding God at Harvard 或者Finding God beyond Harvard 在Harvard大学里面找到上帝 没有人在Harvard大学里面找到上帝 只有人在Harvard大学被上帝找到 没有人在公理堂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找到上帝 只有人在公理堂里面 被上帝找住 是上帝来找我们 是上帝来更生我们 上帝呼唤我们 给我们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回应祂的呼召 第九节 找到了 他就请朋友 轮舍来 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失落的 那块钱已经找到了 失落 找到 欢喜 这三个主题 是三部分里面共同的 如果你去看 The Lord's Sheep The Lord's Coin The Lord's Son 你看到三部分里面 有三个词句 是重复出现的 是失落 找到 欢喜 那我的时间到了 因为我们之后有很多的 见证 和节目 但是在我 未等到下个礼拜 回来继续完结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想给你一个小结 我想你记得 这个比喻 罗圣芳 昨天是讲的什么 讲的三个重复的字句 失落 找到 欢喜 失落的迷洋 失落的形象 下个礼拜你回来 会看到一个失落的浪子 的儿子 找到 谁找到 是个木人去找到 主人去找那个形象 咦 没有人去找浪子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你下个礼拜回来 我告诉你 这个迷底是什么 欢喜 天上欢喜 天事欢喜 天父欢喜 越来越focus 所有一切东西 在天父里面 但是 这个故事 如果你只是这样读的话 你会漏了很多东西 正如我刚才说 那个好牧羊人 必须要为羊舍己 这个故事 有背景 有一样东西 在背后 我们需要 汉剑 是救赎的故事 是一个 舍命的救赎 舍命的 牧人 悔改的罪人 下个礼拜回来说 归家的浪子 让我们通过这个 比喻 看见我们所信的上帝 我们是做个祈祷 我们天父 我们多谢你 一个非常之 jam-packed 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期待 我们下个礼拜 可以回来 可以看见整幅的图画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 让我们不断嘴唇 你的话语 你的本质 你对我们恩典的呼喊 为了愿意 帮助我们 在如下 的崇拜的时间 通过 我们姐妹的见证 通过我们继续思想 圣礼的意义 将荣耀 归给你 我们这样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下个礼拜